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很想陪伴孩子长大 所以我就开始寻找可以让我在家工作 然后可以一边照顾小孩一边有收入的一个机会 那我曾经试过翻译 但是翻译其实一个字一块钱慢慢的赚 这种用时间换钱的工作方式 就是让我牺牲了大量的睡眠时间 还有陪伴孩子的时间 那我开始觉得这应该不是可行的 那么我很幸运的在我跟上帝祷告之后 就是隔天我的国头同学佑君就出现在我家里 跟我分享了他最近刚知道的一个生意的机会 那也跟我分享了shop.com最棒的一个产品OPC3 那我透过他的介绍呢 我看到在这个生意里面 除了有很好的网络品牌整合性的消费之外 另外一方面透过团队合作 还有这个公平的分红的模式 让他所承诺的这个被动收入变成是真的可能的 其实我想起我放在心里面有很多的梦想 因为时间 因为家庭 因为金钱 其实种种的这些的现实的限制 没有办法完成 透过shop.com的收入 让我有机会完成这些梦想 所以呢我就选择加入了美岸这个生意 那我自己是在09年的时候呢 跟着四平去到美国参加Miami的年会 那透过那一次的年会里面 我才真正认识这个生意选择投入 那其实在过去我在外商工作 每天的工作时间可能 每比到九点十点才下班 那没有办法照顾孩子 也没有办法跟很多时间陪孩子成长跟长大 那在那时间我在思考 到底有什么样的机会可以开始 那而在那一次09年那次年会里面 我看到说这生意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一个新型的模式 它结合了电子商务 结合了社区媒体 也结合了人们的力量 那我们大家可以彼此合作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方法 那也透过也看到团队 包括公司 包括整个美岸的团队 我看到说每一个人在这过程里面 是透过帮助彼此的成功 每个人的成功是真的可以实现的 那也因为这个原因呢 我开始选择投入 我跟思琳一起开始经营这个生意 在这生意里面 我觉得我得到最多的经验是 其实在生意经营的过程里面 会遇到很多很多不同的困难 那像是我是边兼职边创业 那所以其实会遇到 包括时间上的管理 情绪的管理 然后会面对压力 也会面对其实事实上在创业过程 跟上班不一样 会有能力的差距 会知道会需要一些沟通的障碍 那也要跟很多很多各式来自不同背景 年龄 然后才华 个性的伙伴 然后一起合作 那其实在这过程对我来说 是一个很好的锻炼跟经验 那事实上也透过这个过程 我真的觉得我学习到很多 也跟也真的认识到说 也真正认识自己 也包括说也透过这个过程 我交到很多非常好的朋友 因为在过去的职场 我可能只会认识 跟我很类似的人 可是在这生意里面 我真的有机会认识不同的人 交到不同的朋友 也让自己的人生 有很大的拓展 跟不同的经验 那我自己觉得 其实开始了这个生意之后 身份变得很不同 我过去只是一个全职妈妈 那么开始创业之后 我变成一个创业的全职妈妈 其实同时兼顾家庭的需要 还有就是在工作上面的挑战 说真的一点都不容易 但是我觉得也是因为 有这样子的压力和挑战 让我自我成长非常的多 其实刚开始 我并不是那么投入这个生意 但是随着 其实我看到Hans的工作 越来越忙碌 那么她投入了大量的时间 在工作上面 其实她所承诺的家庭 时间婚姻等等 其实都没有办法完成的时候 我开始知道 我不能再这样子等下去 所以我开始真的 开始设定我的目标 然后设定 我希望可以透过这个生意 给我们的不同的收入模式 可以拿回孩子的爸爸的时间 然后可以让我们 有我们真的想要的家庭生活 所以其实 我觉得自我挑战这件事情 是在这个生意 开始这个生意之后 我最大的收获 因为呢 一直不断的有自我挑战 也不断的学习自我管理 学习管理时间 学习平衡家庭 其实种种这些 在过去可能是挑战 但我不会想要突破 但是因为有了美爱这个生意 我开始持续的突破 持续的成长 我觉得那让我的人生 变成是我更想要的人生 其实有了永续收入 那其实让我们有 不用担心上班的时间 下班的时间 也不用担心放假的时间 那么有了财务上面的自由 再也不用担心账单 我可以负担 其实我家里面 家人的生活 也可以给孩子 他们想要的生活 但我觉得其实更重要的是 钱所买不到的 其实就是时间 那我们可以随心所欲的 安排我们的时间 想跟孩子一起 就跟孩子一起 那么想要投入在这生意里面 协助伙伴成长 就一起成长 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 最喜欢的部分 那当然其实有了这个生意之后 有这样的收入之后 也让我们可以随时 开心的时候 想要的时候 我们就带着孩子出国旅游 这是我很喜欢的部分 那我觉得对我来说 真的最大的差别 就像思平刚刚讲的是时间 因为过去在工作上 永远我们是被工作绑住的 而透过这个生意 其实我发现 我可以真的有时间 可以参与小孩子 孩子的生活 成长跟生活 还有教育 那我们有了 在这个生意的过程里面 我们有了第二个孩子 第三个孩子 那当我们真正有第三个孩子 我们已经在这生意 有一定的成绩 其实我们真的可以 花很多的时间 可以看着他 陪着他们长大 然后参与他们 每一些很重 非常每一个很重要的时刻 那也透过这个过程 其实我们都有很多个人的学习 比如说我自己也开始 花一些时间在运动上面 参加铁人三项 跑马阿松 然后我跟思平也开始学跳舞 我觉得其实 有开始有很多很多新的机会 很多我们人生有更多的选择权 是选择我们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想要有什么样的个人的成长 那这是在过去 我觉得这生意带给我们 很大生活的改变 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说 过去我就很喜欢 可能我想要帮助别人 但其实从来没有这个机会 其实从来就是自顾不暇的状况 在公司里面也好 或者在教会里面也好 我可以协助我身边的姐妹 陪伴她们 可是却没有办法帮助她们 在生活上面有真正的改善 但我觉得其实有了这个生意之后 美来的消息汤 让我们有机会 帮助我们身边的人变得不同 不只是在时间的分配上面不同 收入模式的不同 会带来我们的自我成长 那我觉得我一直对于 妈妈 对于女人 对于孩子 其实有很多的负担 我一直很希望可以帮助她们 那我觉得这个生意 给了我实质的力量 可以帮助身边这些我所爱的人 那对我来说 因为我身边很多是上班族 然后我是在科技 也很努力工作的一些 职场工作的朋友 那其实我觉得透过这个生意 其实在过去我们都 可能在职场会抱怨说 其实到底工作 我们有什么时间可以改变 什么样的状况 我们有机会可以脱离 这样一个工作环境 或是改变这样的 找到work life 就是工作跟生活的平衡 但透过这样的一个生意 我真的有能力 可以帮助到一些人 是他们可以一起合作 可以在这个生意里面彼此帮助 然后一起发展 然后也透过这个生意 可以跟好朋友们一起学习成长 那真的就像思敏刚刚讲的 其实我们改变了彼此的生活的方式 然后财务的结构 然后彼此的生活 又更多的学习跟成长 我真的觉得这生意 给我们很多很多不同的改变 我觉得 我自己在经历过这几年的经营 我觉得它最独特的 其实除了商业模式本身之外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它的文化 是因为从第一次参加年会的时候 公司会颁发一个奖项 叫Jerry Ciciano 其实它是在颁给那个 对这个生意贡献最多的人 不是在业绩 而是它是帮助最多人的那个人 那我真的觉得 其实从这个文化开始 到身边所有的伙伴 在经营的过程里面 我真的体会到说 其实这个环境的文化 真的让每一个人 即使商业模式进展得很快 成长得很快 很多新的技术 新的产品 但因为有这个文化 我们可以彼此协助 然后可以跟得上潮流 那也可以帮助彼此在这生意面 可以持续稳定的发展 那我们都很希望 每个人在这个生意面 就可以成功 那我真的觉得 这是文化所造就的 也是跟一般很多的商业模式 是非常非常不同的 那我觉得其实对我来说呢 每个人这个生意最特别的地方 是让我们可以团队合作 我觉得很多时候 身为一个女性 或是身为一个妈妈 常常都会觉得 自己的能力很有限 然后自己能够做的事情很少 但是这个生意 让我们可以用这么低的成本 开始一个生意 那么可以用兼职的时间 零碎的时间 去经营这个生意 而且是从我们最擅长的部分 消费开始改变 所以其实透过这些 再加上团队合作 一个很好的分红的制度 让我们透过彼此的帮助 彼此的协助 都可以完成我们人生中的梦想 所以我觉得这个生意 其实最特别的地方就在于 其实从来没有一个地方 可以让各式各样的人一块合作 那无论你是来自什么样的背景 或是性别 或者是梦想 其实这些都不再变得重要 因为呢 其实只有 就是只要我们愿意努力 透过这个生意 我们都可以达成我们想要的人生 是 嗯 其实透过shop.com 网站 其实我记得当初在2010年的时候 开始公司 美安公司的买下shop.com 网站 那我真的觉得这个 透过这个网站呢 其实这几年的发展 我们有了 在台湾有2500架以上的伙伴商店 事实上 让我们可以很容易的 跟朋友分享这个生意 可能透过手机 透过网站 电脑 或是甚至只是一个连结 我们就可以做到分享 那也透过 也透过伙伴商店的合作 真的我的朋友 或是顾客 他们可以很容易的 去在上面找到 他们想要买的东西 然后他们可以赚取现金回馈 对我们来说 反而这个事业可以更容易 那么 我觉得其实 shop.com 是一个很有趣的网站 那么 尤其现在是一个手机 智慧型手机的时代 只要有了手机 有了网路 在任何时候 无论我是带着孩子 孩子在睡觉 我跟我的朋友一起 我去外面逛街 或者是 做任何的事情 生意都可以有所进展 我可以好容易的 跟我身边的人 分享 怎么购物 那么怎么省钱 而且在背后还有一个很好的 生意的模式 一个赚钱的机会 所以我觉得 其实有了shop.com 之后 让整合消费这件事情 真的变得可能 而且让我们的生活 其实 再也不用只是 投入大量的时间 在一样的事情上面 就像过去工作 而是 我们可以透过shop.com 整合所有我们零碎的时间 零碎的资源 而且我们彼此的这些行为 都整合在一起的时候 其实会带来庞大的商机 让我们的未来 变得更多的可能性 我觉得公司所推出的购物年金 如何改变人们的一些购物习惯 我觉得它是一个 购物年金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消费的模式 事实上其实 我们过去都在消费 可是透过转移一个平台 转移一些品牌 我们把过去的消费呢 透过这样的转移 转移到shop.com 来购买独家带产品也好 或是伙伴商店的一些 我们平常会买的东西也好 其实透过这样一个 简单的转移的动作 事实上我们就可以 让自己有先进回馈的一个效益 然后另外我们在协助我们的身边朋友 在协助他们改变这个消费习惯的同时 事实上我们也在建立一个 现在很热门所谓的共享经济 我们事实上让每一个人的消费整合在一起 事实上我们有每一个人的所谓的购买力 那事实上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这个购买力会形成一个很 很有力量的去影响我们 包括供应商 包括这过程里面这些所谓的合作的品牌 我们可以有更好的利润 更重要的这些利润 我们过去都是这些大型厂商转手的 可是透过公共拟计量模式呢 可以让每一个人呢 可以共享这中间所产生的效益跟利益 我真的强烈建议呢 我身边的每一个朋友 都来评估一下这个生意 为什么呢 其实现在的时代已经不像过去 我们努力好像就可以有所成果 往往呢在职场里面 我们牺牲大量的时间 我们投入大量的心力 那么我们牺牲掉的是我们的健康 而且拿不回来的就是 我们跟朋友的关系 跟家人的关系 孩子的成长 还有我们的梦想 所以说真的 每按这个生意呢 让我们可以用很低的成本 就开始经营 而且可以兼职起步 又提供了这么高科技的一些工具 让我们可以整合我们的消费 整合我们所有的资源 整合我们零碎的时间 而且整合我们跟身边的人 合作的关系 那让一切都变得有可能 那我很喜欢呢 在心上说的一句话 他说耶和华所赐的福 使人富足 并不加上忧虑 过去的努力和投入 往往让我们都很忧虑 尽管我们可能有很好的学历 有很好的外商的工作 可是并不能保障 我们想要的未来呢 可以完成 事实上我们只是觉得 越来越没有希望 但是透过这个生意 我们持续的努力 持续的打拼 跟身边的伙伴一起培训 一起合作 我们也持续的在成长 那么这样子的收入 来得非常的踏实 而每一个礼拜来的 被动性的收入 让我们可以真正完成 我们想要的生活模式 我们想要跟家人有的关系 那么可以投资 我们彼此的未来 所以呢 其实作为一个女人 也作为一个母亲 我真的很强烈建议 我身边的每一个女人 在这个时代里面 我们可能很容易小看自己 觉得自己做不到 觉得自己没有资源 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 透过Shotown这个生意 让我们可以把我们 最擅长的消费 变成一个投资的能力 那么也让我们呢 透过经营 透过帮助别人 可以完成我们的梦想 所以不要害怕投资自己 不要害怕挑战自己 我们一起努力 你一定做得到的 谢谢 那对我来说呢 其实我是一个上班族 那我身边有 非常非常多的朋友 跟我一样都在高科期 产业工作 那事实上对一个上班族来说 过去我们都是被 很多的框架所框住的 可能我们会受限于 我们可能没有太多时间 因为要加班 可能我们没有太多的资源 因为我们的薪水就是那样 那可能我们没有太多的心力 因为我们常常会承受 很多很多不同的压力 所以我们往往在 规划我们的人生 在思考我们到底有什么 梦想的时候 其实都是被这样的框架 所局限住的 所以其实在 但透过这个生意 我真的觉得在 经过这几年的经营 其实虽然经营生意 经营一个事业 会有很多的挑战跟困难 可是因为经营这个事业 我发现其实几年下来 我开始把这些框架 有机会把这些框架 一个一个拆掉 然后我可以开始呢 不再受限于时间的限制 不再受限于财务上的限制 不再受限于可能有太多的 心力需要耗费 那我真的可以 开始规划我的人生 规划我如何跟 我有多少时间 可以跟我孩子相处 我要花多少时间 可以投入在这个生意里面 去协助伙伴发展 协助这个事业的成长 那我真的觉得 其实每一个人都 都应该说 每个人应该要追求的是 一个财务自由跟 财务跟时间上的自由 因为这样的人生呢 是我们真的可以 找到自己最喜欢最想要的 每一个人都可以 透过这个过程呢 而且透过这个过程 我们真的可以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 一个真正你想要成为的一个人 然后让我们真的可以 帮助我们身边更多的朋友 可以拥有这样的人生 那我相信其实对 我过去来说 是一个上班族 我可以 因为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 然后我可以的话 每一个人应该也都可以 只要我们真的想要